那時候的資料開刀的時候 其實心裡滿難過的 為什麼會是我 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肩膀出狀況 就是很多負面的想法 19年寂寞的時候去檢查 然後發現有些失劣 然後有做一些PRP的注射治療 然後狀況其實沒有好轉 然後直到2020年春訓的時候 再做一次詳細的MRI檢查 就發現差不多已經斷了七八成左右 我記得那時候小雞跟我說 不管你做什麼決定 你決定的就不要後悔 所以那時候 因為在真的是沒有辦法投球的狀況下 所以才去選擇開刀 剛開完的時候 手吊著他說有半年 半年沒有辦法投球 你的生活做些很不方便 房源把你排的課表都一樣 然後你每天做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然後你也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才可以好起來 對 然後就是很 很枯燥乏味這樣子 首先他必須固定 固定可能兩週 兩週後我們可以開始做一些關節活動度 對每個人來說 可能都是很大的挑戰 因為他一定會出現痛 或可能有些時候會有一些 緊繃拉不開的感覺 或是卡住的感覺 那我們必須一一去克服 也不會說放棄 會覺得自己好累喔 不知道我這樣子做會不會真的 真的能夠回得去投球這樣子 對你是對一個未來的未知數這樣子 對啊 所以你不知道你以後還沒有辦法回去投球 但我做這些我這麼辛苦的訓練 如果我沒有辦法回去投球 那我是不是就這些做的都白費 其實那時候心裡也蠻不好受的 對啊 慢慢開始在穿街球的時候 你會害怕肩膀會再次痛起來 你會害怕他會不敢出力這樣子 對 然後一邊看著球隊在比賽練習這樣子 其實心裡也會想跟著他們一起下去 下去做比賽這樣子 心裡可能會比較過不去啦 對啊 因為對未來都是一個問號 就是蠻迷惘的 球員難免都會有急的時候 因為他們必須要跟時間去賽跑 就我們討論出一個想法就是說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帶他離開這個環境 就是看到他在比賽的環境 我們就跳脫出來 就是他的組織一時 周五文一周一時 那就是他也幫我們安排 就是他們有一套鳥取的系統 激烈的訓練 他跟活動都有訓練 對啊 這其實也蠻感謝他 其實教練都蠻配合我們的決定 這一段算是剛好幫他避開 那一段時間的不穩定 對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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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時候想說 喔 好久沒有比賽的那種感覺 讓教練團員會跟我說 今天是你的第一場復健賽 你只要專注在當下全力以赴就好了 可是那時候我的想法是 我要把 我一定要把我自己最好的展現出來 然後一定要趕快的 趕快慢慢 步上軌道 那時候可能心裡過急了吧 對啊之後又出現一些發炎的反應 對 對 不想練 不想練 就是 那時候剛開始要去 剛開始要實戰的時候 對 丟個一兩場又發炎 然後丟個一兩場 又變成是手肘的帶草 然後再丟一兩場 肩膀又發炎 所以這非常困難 野系也會問說 那我們到底需要多久的時間 或什麼 然後 這時候我們就必須 就必須去跟他溝通 去跟他協調 那告知他 我們的目標是有一段一段的 我們在每個週期 我們必須做到什麼樣的目標 然後 必須要一步一步的來 紮實的做 做好每一步 你才有辦法再繼續往前進 其實也是要滿些 感謝鄭教練 愛迪頓 包括還有王學長 因為有一段時間 王學長其實在國外 剛好 自從他時候投球 就是有不舒服啊 或者是他覺得 就有點停滯卡關這樣 然後我就傳影片給他 然後他在美國 馬上就可以回我 給我們一些建議 我是覺得這個是 就是那種 蠻感動 以後是打了一陣 PRP 也有特別做一些 肩膀肌力的強化 那些重量訓練 對那 先接到春訓之後 就不會 對 相差特別多這樣子 好像 900多天吧 覺得自己 好像沒有那麼容易吧 可是畢竟 兩年多了吧 兩年的時間 沒有在義軍出賽 沒有上過義軍 當然是會對這個環境很陌生 對 剛上來之後很緊張 剛上來之後很緊張 瑪蛇 這首則也是有好一陣子沒見到的楊智隆 在登陸回憶君的時候也在等待這個機會 這時候好像終於踏出第一步了 第一次走上去的時候很緊張 然後其實丟完第一個打者之後 自己的心情才放鬆 頭有教練在跟我說什麼都沒有在聽 那時候腦海都是我那時候在開刀復屆的那段時間 那時候蠻感動的對自己 就是再一路走這樣撐下去 然後到最後還可以在一軍這裡投球 對那時候 那時候蠻想哭的 當下是很緊張的 心跳是很快 然後其實真正感受到的時候是在離開球場的時候 對啊就是眼眶有一點就是泛紅 對那在回去的路上就覺得 心中那一塊大死其實已經放下了 這個球 這個球 林指導是揮棒落空 他已經放棄跑壘 所以遭到了三陣 這一勝 對我來說蠻值得的 覺得很不可思議 很不容易吧 可能也許今天 這一勝是對自己 這兩年來 在努力的一個 肯定吧 肯定吧 好像這兩年半下來 有點值得了吧 還是寫寫這兩年來自己 沒有放棄 可以回到這球場的時候 對 其實要感謝的人很多 家人是我這 這條路上 不斷催促我前進的動力嘛 還有球迷朋友 然後最終的是球團 願意給我機會 我觀察到現在 將近 一個多月嘛 那看一下他手的 狀況來說 我覺得 難能可貴的是 我們球隊的防護 防護團隊 對那因為志龍到現在 從來沒有跟我說 肩膀腰不舒服過 那我覺得這是對我來說 是一件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對所以我覺得他第一個 要很感謝的就是 從那一刀劃下去到現在 一直陪伴他在身邊的人 對那我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難能可貴的事情 那當然志龍也付出很多努力 要走過的人才知道 真的那希望他可以一直順利 順利的走下去 對 其實我根本沒有想過說會拿滲頭 只是覺得 可以站在球場上 是一個很幸福的事情 然後還可以這樣健康的投球 對 會台東比賽 會啊當然會騎他 因為 家人家人都在台東嘛 老家的家鄉都在台東 對啊會想要在他們面前 展現球技給他們看 因為畢竟他們 沒有看過現場拖球過 在街頭上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